安琪是西班牙一所高校影视传媒系的女大学生 最近,她正在准备撰写一篇有关试听暴力的毕业论文 为了寻找素材,安琪请求自己的导师老白 帮忙前去学校的收藏室内 签约一些与暴力有关的录像素材 这些录像大多属于限制级资料 学生们根本无权观看 老白很快来到收藏室里 找到了安琪想要的素材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无意中发现了收藏室内的一扇隐蔽的小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老白穿过这扇门 走过一条狭长的通道 来到了一间阴暗眉市的密室里 密室的架子上摆放着几十盘录影带 从内容标签来看 这些带子里录制的似乎都是一些暴力类的视频 老白随手拿起其中的一盘录影带 来到放映室观看 并给安琪打去电话 让她到放映室来找自己 谁知,等安琪赶到放映室时 竟见到老白面带惊恐地死在座位上 而放映机里的录影带已经播放完毕 安琪马上意识到 老白应该是在录影带中看到了什么可怖的画面 所以才被活活吓死 因为担心跟老白之死扯上关系 安琪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从放映机里取出录影带 匆匆逃离了现场 回到家后 她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立即播放了这盘录影带 不过由于害怕其中的画面太过刺激 安琪只是播放了声音 没敢打开电视画面 很快 电视里传出一名女孩 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 安琪当即下地关掉了放映机 第二天一大早 她照常来到学校上课 此时 校方已经发现老白的尸体 并且报了警 接替老白教学工作的是同校的胡教授 胡教授在授课之前 向同学们通报了警方初步的调查结果 死者老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他是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突发哮喘去世 警方因此认为 老白观看的视频可能含有恐怖的画面 但案发现场的放映机里并没有录影带 警方怀疑 是有人在案发后取走了这盘录影带 并希望在校师生们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安琪听完胡教授的讲述后 出于做贼心虚 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这一幕刚好被班里的一个名叫雷仔的男同学看到 雷仔是暴力电影的狂热爱好者 家中收藏了很多相关的录影带 安琪此前为了搜集论文素材 还专门看过雷仔收藏的电影 而雷仔也知道老白生前在帮安琪寻找跟暴力有关的视频资料 所以他很快想到是安琪拿走了案发现场的录影带 不过雷仔没有揭发安琪 而是在放学后堵住他 要求他能跟自己分享那盘录影带里的内容 安琪担心 雷仔会将自己偷拿录影带的事告诉警方 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雷仔租住的单身公寓播放了录影带 录影带中记录着一名年轻女孩遭人虐杀的过程 让安琪和雷仔都感到震惊的是 两人都认识视频中的女孩 女孩名叫莎莎 是两人同校不同班的校友 莎莎在两年前离奇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没想到已遭人杀害 从录影带中的场景来看 案发的现场应该是一间车库 对摄影和剪辑十分精通的雷仔还发现 凶手在杀完人后 特意用摄像机的变焦功能 拍摄了尸体的特写镜头 而视频录制的时间是在两年前 当时在瘦的拥有变焦功能的摄像机 只有一款被命名为XT500的型号 此外雷仔注意到 视频有着明显剪辑过的痕迹 被剪掉的部分 是莎莎哀求凶手放过自己的片段 雷仔据此推测 莎莎很可能认识凶手 并在求饶过程中 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凶手担心有朝一日 录影带曝光 从而泄露自己的身份 这才对视频进行了剪辑处理 录影带是在学校内发现 受害人是在校学生 而且认识凶手 基于这些事实和推理结论 安琪和雷仔都认为 凶手应该也是校内人员 也就是说 凶手要么是学生 要么就是教职人员 雷仔建议安琪 先从自己认识的同学和老师查起 尤其是拥有XT500摄像机的人 大概率就是真凶 安琪见雷仔一副 跃跃欲试的模样 赶忙劝其不要多管闲事 如果凶手知道 这盘录影带在他两手里 搞不好会杀人灭口 可是话虽这么说 安琪终究还是抑制不住 强烈的好奇心 开始悄悄收集 杀杀失踪案的相关简报 第二天下午 他在学校图书馆 查找案件资料时 无意中见到一名高大帅气的男生 正扛着一台XT500摄像机 在拍摄短视频 见男生拍完视频后准备离开 安琪下意识地起身 跟在对方身后 结果很快被男生发现 慌乱之中 安琪刚才收集来的案件资料 掉落了一地 男生见此情景 上前帮忙捡起资料 并询问安琪 是不是在研究 杀杀的失踪案 安琪只好谎称 自己打算制作一期 杀杀失踪案的视频节目 男生闻言历时来了兴趣 主动向安琪做了自我介绍 原来她的名字叫俊阁 失踪的莎莎 刚好是俊阁女友丽娜的闺蜜 因而 俊阁对莎莎失踪案非常了解 安琪对俊阁的话将信将疑 但还是与其相约 次日午休期间再详聊 第二天上午 未来安全起见 安琪特意叫上雷仔 陪着自己一起见到了俊阁 两人还借用俊阁的摄像机 拍摄了一段俊阁的受访视频 俊阁对着摄像机镜头 讲述了很多有关莎莎的往事 据说 莎莎在失踪前 跟一个社会上的混混 爱得死去活来 两人的恋情 遭到了莎莎父母的极力反对 所以 莎莎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们都认为 莎莎是跟自己的男友一起私奔了 在视频的最后 俊阁对着镜头 呼唤莎莎早日回来 因为她的家人和朋友们都很想念她 说到动情处 俊阁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当场哭了起来 在采访结束后 安琪对俊哥的怀疑一扫而空 她告诉雷仔 像俊哥这种重情重义的人 应该不会是穷凶极恶的凶手 可是 雷仔却觉得 俊哥非常可疑 她劝说安琪 不要被对方帅气的外表 和虚情假意的眼泪迷惑 安琪完全不认可 雷仔对俊哥的武端指责 两人一言不合 争执了起来 最后闹得不慌而散 当天下午 放学回家后 安琪突然见到自家客厅里 放着一台XT500摄像机 就在她感到疑惑之际 俊哥如鬼魅般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安琪吓得慌忙躲进了卫生间 此时 从厨房给俊哥端来水的安琪母亲 再见到这一幕后 不明就里地将女儿叫了出来 俊哥赶忙向安琪解释称 自己发现 今天的采访视频中 只有受访者画面 没有采访者的镜头 所以 她特意上门 想要补拍几个 安琪提问时的画面 安琪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神经过敏 错将俊哥的好意 当成了恶意 安琪的母亲则误以为 女儿正在和俊哥交往 便热情地留俊哥在家中吃饭 俊哥良好的餐桌礼仪 和得体的言语表现 很快赢得了安琪父母的好感 安琪的妹妹安妮 更是被俊哥迷得气婚八素 在跟俊哥的闲聊中 安琪得知 其手中的XD500摄像机 是四个月前从二手市场买来 这让安琪更加坚信 俊哥不可能是两年前 杀害莎莎的凶手 等到俊哥走后 安琪给雷仔打去电话 将俊哥购买摄像机的时间 告诉了对方 可雷仔依旧固执地认为 俊哥的话不可信 而且他觉得 俊哥主动接近安琪 一定另有目的 为了验证俊哥究竟有没有撒谎 安琪随后来到摄像机 售后服务中心 这里一般登记着 每一位购买者的姓名 电话等信息 工作人员帮忙调取了最近几年 XT500摄像机的销售记录 里面果然没有俊哥的名字 此外 安琪在查询销售记录时 无意中发现有人在两年前 以他们学校的名义 在这里购买过10台XT500 由此看来 凶手却有可能是学校里的 某位学生或教职人员 第二天上午 安琪刚到学校 就被胡教授叫到办公室 原来 胡教授从放映室的监控记录中 看到是安琪拿走了老白死亡现场的录影带 胡教授希望安琪能将录影带交出来 否则他就要把此事告知警方 对于胡教授此举 安琪突然感到非常可疑 首先 既然放映室里装有监控 胡教授为何没有第一时间 将监控记录交给警方呢 其次 在发现是安琪拿走录影带之后 胡教授又为什么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私下向安琪索取录影带呢 难道 这盘录影带与胡教授本人有关吗 就在安琪陷入疑惑 不知如何应对之时 胡教授办公桌上的座机骤然响起 打电话的人点名要跟安琪在电话里单独聊聊 胡教授于是让安琪前往隔壁 用分机接听电话 而安琪刚一出门 胡教授就按下了电话上的监听按钮 打来电话的人是雷仔 他声称 胡教授很可能跟莎莎遇害案有关 并让安琪立刻离开对方的办公室 安琪本就对胡教授产生了怀疑 再听到雷仔这么说 吓得挂断电话落荒而逃 随后 他赶到雷仔的公寓 想象其详细了解情况 据雷仔所言 他昨晚为了寻找破案线索 趁着夜色撬开了收藏室的门 偷偷溜了进去 不久 他就找到了收藏室内隐蔽密室的入口 并从密室里拿回来好几盘录影带 录影带里全是虐杀女性的视频 而且受害人远不止杀杀一人 此外 雷仔还发现了收藏室里的监控探头 他今早跑去监控室 收买了值班的保安 查看了这几天的监控记录 结果发现 除了死在收藏室的老白外 只有胡教授一人 进入过收藏室的密室 雷仔这才怀疑 胡教授大有问题 听完他的讲述后 安琪马上想起 自己查到的摄像机购买记录 他怀疑 正是胡教授以学校的名义 购买了10台XT500 或许 密室中的那些录影带 就是胡教授本人拍摄 想到这里 安琪和雷仔决定今晚 再次潜入密室寻找线索 由于此时距离天黑 还有好几个小时 安琪打算先回家休息一会儿 谁知她刚到自家门口 就被一名陌生女孩拦住去路 来人自称丽娜 是俊哥的女友 也是莎莎的闺蜜 丽娜在见到安琪后 直接了当地表示 莎莎可能已经遇害 而且她知道谁是凶手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酷爱暴力电影的雷仔 两年前 雷仔和俊哥在校内 成立了一个摄像工作室 专门拍摄一些大尺度的暴力视频 丽娜作为俊哥的女友 经常和闺蜜莎莎参与演出 扮演其中的受害者 可是没过多久 雷仔就不再满足于摆拍 她曾向俊哥建议 想要拍摄一些真实的虐杀视频 但遭到了俊哥的断然拒绝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此后没过几天 莎莎就突然离奇失踪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丽娜还拿出了一张 雷仔和俊哥的合影照片 照片上的两人 确实像是关系亲密的合作伙伴 安琪对于丽娜的这番话 感到极度震惊 不过冷静下来后 她没有相信对方的一面之词 而是拿着合影找到雷仔 与其当面对质 雷仔解释称 自己确实跟俊哥合作办过摄像工作室 并且两人以学校的名义 购买了十台XT500摄像机 但合作时间不长 雷仔就发现 俊哥是一个表面阳光 内心阴暗的家伙 拍摄真实虐杀视频的想法 其实是由俊哥提出 雷仔当时觉得 对方的想法不可理喻 这才跟他一拍两散 而此前之所以 没有将这些影情告诉安琪 雷仔只是担心 安琪会因此怀疑到自己头上 如果他真的是杀害莎莎的凶手 又怎么会主动和安琪 调查莎莎的死因 给自己找麻烦呢 安琪在听完雷仔的解释后 纠结良久 最终选择了相信他 当晚 两人按照此前的约定 一起潜入学校收藏室内的密室 谁知 就在他们搜寻线索时 密室内的灯光忽然熄灭 通往收藏室的小门 也被人从外面反锁 两人只得摸黑在狭小的通道里 寻找其他出口 黑暗中 跟在雷仔身后的安琪 突然被人打晕过去 等他醒来时 雷仔依然不知去向 而他则被胡教授 绑进了另一间更大的密室里 这里除了有好几台XT500摄像机外 还有专门用于剪辑的电脑 既然安琪醒来 胡教授表示 密室里的那些暴力视频 都是由他剪辑 但虐杀受害人的凶手 却另有其人 不过既然安琪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也只能勉为其难地 当一回凶手 试完 胡教授支起一台摄像机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 准备将枪杀安琪的过程拍摄下来 危急关头 雷仔不知从哪里窜出来 跟胡教授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 手枪意外走火 击中胡教授的胸口 胡教授当场领了盒饭 而他和雷仔的撕打 也被摄像机拍了下来 安琪本想拿着录影带前去报警 但遭到了雷仔的制止 雷仔觉得 尽管录影带可以证明 他是为了救人 才误杀了胡教授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胡教授所言属实 那么他只是一名帮凶 假如安琪贸然报警 很可能会招来真凶的包袱 在雷仔看来 真凶大概率就是平日里 人母狗样的俊哥 两人接下来 只要找到俊哥的犯罪证据 就能将其绳之以法 安琪旋即被雷仔说服 没敢轻举妄动 只是带着那盘 胡教授死亡画面的录影带 悄悄离开了现场 回到家后 父亲告诉安琪 俊哥几个小时前前来找过他 想要约他去酒吧聊天 他的妹妹安妮见姐姐不在家 就主动缠着俊哥 带自己去酒吧玩耍 结果直到现在也没回来 安琪听了这话 担心妹妹遭遇不测 急忙赶到酒吧 此时俊哥正好在上厕所 安琪趁机劝说妹妹安妮赶紧回家 可是安妮早就包望着倒贴俊哥 根本不愿意离开 安琪见此情形 正好谎称 自己已和俊哥确定了恋爱关系 恰在此时 俊哥从厕所走了出来 安琪不由分手地冲上去 跟俊哥吻了一嘴 安妮见状顿时气地扬长而去 姐妹妹走出门 俊哥尚处在一脸懵圈的状态 安琪也匆匆离开了酒吧 回到家后 担惊受派的安琪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 她再次找到雷仔 劝说对方跟自己一起报警 与其这样胆战心惊地 私下寻找线索 不如干脆将所有事情告诉警方 让他们尽快将俊哥抓捕归案 雷仔终于被安琪说服 她表示自己先洗个澡 再陪同安琪一起前往警局 在雷仔洗澡的时候 安琪准备将雷仔 从密室里拿来的那些 虐杀录影带收拾起来 全都交给警方 就在这时 她无意中见到一盘录影带下面 压着一块XT500摄像机的专用电池 安琪顿觉情况不妙 慌忙开始四处翻找 最终在雷仔的衣柜里 找到了一台XT500摄像机 里面有很多雷仔偷拍她的短视频 安琪猛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或许 酷爱暴力电影的雷仔 才是杀害莎莎 及其他受害人的真凶 想到这里 安琪再也不敢跟雷仔共处一室 悄然回到了自己家里 就在她纠结 要不要独自前去警局 将自己对雷仔的怀疑告诉警方时 妹妹安妮告诉她 刚才有一位自称俊哥女友的女孩 打来电话 骂骂安琪勾引自己的男友 还扬言要弄死安琪 安琪猜测 可能是自己昨晚 在酒吧强吻俊哥的事 传到了丽娜耳朵里 丽娜这才打来电话 请示问罪 此时的安琪 对自己毫无根据地怀疑俊哥 并破坏了对方和女友的关系 感到深深内疚 在经过一整天的思想斗争后 她决定当面向俊哥道歉 当天晚上 天下起了雷雨 安琪冒雨来到俊哥家里 俊哥的父母常年在国外做生意 平时只有俊哥一个人在家 在得知安琪的来意后 俊哥不仅没有责怪她 反而为女友丽娜的威胁电话 向她表达了歉意 据俊哥所言 丽娜胡信多疑 而且是个醋坛子 只要俊哥跟其他女生稍有清静 丽娜不仅会暴跳如雷 还会向这些女孩子发出死亡威胁 就连其闺蜜莎莎 也收到过丽娜的恐吓 安琪听了这话 信中不经一惊 在她和雷仔看过的 所有虐杀视频中 凶手全程戴着头套 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凶手既不是俊哥 也不是雷仔 而是一名女性呢 就在安琪陡然转念的同时 外面雷声乍响 屋内的灯光随之熄灭 俊哥怀疑 是打雷造成了电源跳闸 她让安琪待在房间里 自己则前去厨房看下电闸 哪知俊哥离开没多久 安琪就听到一声重物倒地的闷响 她急忙摸到厨房查看 结果看到俊哥已倒在地上 而雷仔则眼神阴郁地站在一旁 安琪慌乱之下 从桌上随手抓起一把水果刀防身 雷仔见状 赶忙向安琪解释开来 据她所说 她是因为暗恋安琪 才偷拍了那些视频 而杀害莎莎等人的凶手 确实就是俊哥 雷仔这么晚闯入俊哥家里 只是前来引救安琪 安琪哪里肯信雷仔的话 就在两人僵持之际 俊哥从昏迷中醒来 扑上去跟雷仔扭打在一起 武力直插进的雷仔 很快被打得奄奄一息 安琪担心闹出人命 赶忙上前阻止俊哥 劝他尽快报警 俊哥这才还过神来 决定找根绳子 先将雷仔绑起来再说 就在俊哥前去推上电闸 寻找绳子的时候 雷仔强撑着提醒安琪 去俊哥家的车库里看一看 安琪心领神会地悄悄来到车库 结果发现 这里正是录影带中 莎莎的遇害现场 直到此刻 安琪才终于确定 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俊哥 可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俊哥已用一把手枪 顶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将他绑到了一张椅子上 既然事已至此 俊哥终于卸下了全部伪装 他放下手枪 打开车库的一扇小门 从门后的储物间里 拖出了一具浑身是伤的女尸 赫然就是他的女友丽娜 俊哥不无得意地告诉安琪 丽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女友 只是这女孩吃醋时坐天坐地 实在让人厌烦 所以只好让他彻底安静下来 说话间 俊哥又从储物间里 拿出一台XT500摄像机 一边将镜头对准安琪 一边开始虚刀自己的犯罪心得 他表示 自己非常迷恋 女孩子冰死时的惨叫声 而喜欢这种声音的人 远不止他俊哥一人 这些人还组成了一个 秘密的虐杀俱乐部 并通过录制视频 来分享彼此的杀戮时刻 而安琪将成为他 下一部作品的女主角 说完 俊哥打开摄像机 戴上头套 准备对安琪动手 好在安琪早有准备 他提前将刚才 从厨房摸来的水果刀 藏在了衣袖里 趁着俊哥续导犯罪心得时 安琪以悄悄用水果刀 割断了捆绑自己的绳索 就在俊哥靠近时 安琪瞅准机会 猛然抱起 用刀划伤了俊哥的脖子 然后迅速捡起旁边的手枪 瞄准了俊哥 缓过神来的俊哥见此情形 还试图用美男计诱惑安琪 只是他话未说完 安琪已然扣动了扳机 俊哥死后 安琪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随后在俊哥家的院子里 挖出了六具年轻女孩的尸体 其中一名死者 正是两年前失踪的莎莎 至于其他受害人的身份 以及俊哥口中提到的 虐杀俱乐部的其他成员 还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而雷仔 误杀胡教授 和安琪枪杀俊哥 应都有现场录影作为证据 两人最终被判正当防卫 电影至此也就落下了帷幕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一部 评分颇高的 西班牙冷门悬疑镜总片 《死亡论文》 又被翻译成超感官谋杀案 其导演后来拍过《小岛惊魂》 《睁开你的双眼》 以及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 《深海长眠》等著名影片 这部《死亡论文》 是导演的早年作品 作为悬疑片 其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优点是将悬疑感保持到了最后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 和片中的女主角一样 一直都在不断改变 自己对凶手的判断 缺点是反转不够强烈 影片台面上的任何角色是凶手 都不会让观众感到太意外 你们说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探案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